欢迎来到高市画廊 我是高市画廊刘树玉 那我们画廊成立于2012年的夏天 最原始是因为我儿子张静廷 他从多伦多大学毕业回来 然后他是念艺术史 他对艺术这个行业非常有热情 所以我们就成立 最早是在安和路 后来搬到青田街 那去年因为COVID-19的关系 画廊那边客人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决定了搬到山上来 那很多人也觉得这个点子相当不错 我们画廊应该是目前全台湾位置最高的 这里海拔有400公尺 那我们画廊叫做高市画廊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当时我们在想名字的时候想很多 后来因为我喜欢天母的有一家餐厅叫六甲酒 因为那个老板个子很高 那我们画廊的两位工作人员 一个是张梦启 一个是张静廷 他们父子党身高都很高 185公分以上 那我当时就想说 那就叫做高个子好了 那张梦启说叫高个子 那就叫高市好了 那这就是我们画廊的一个由来 那目前呢 我们画廊正在展这个薛松的个展 我们画廊有两层楼 第一层楼就是更换的展览 那目前展览是叫做薛松的个展 叫做水火之歌 那二楼呢就是常态展 会有一些我们代理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你好 我是Tim Chang 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是水火之歌 薛松的水沃精神 薛松作品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画面中所有的图像 都是采取现成物 做焚烧拼贴 焚烧之后 才把它放到画面上 给他一个新的生命 薛松的作品 经常讨论东西方的美术史 在山体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是使用中国的传统山水画 那在水的部分是用西洋的古典名画 这一张是使用巴洛克时期的画 那在天空的部分 他是使用书法 这张是唐代的碑铁 他画面中黑色的线条 都是使用他焚烧过后的灰镜 那他整体给你的感觉 是一张古典的中国山水 但是他所表达的意境 是时尚的当代作品 各位好 我是高氏画廊张梦奇 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 高氏画廊固定所代理的 几位重要的艺术家 首先是由水墨现代化之父 自称的艺术家刘国松 刘国松是高氏画廊 所带领的最重要的艺术家 因为他在艺术史上 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个 呈现启后的地位 然后他的当代的水墨 非常富有了当代的实验性的精神 可是在画面上又能够营造出 属于中国的 属于东方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他在中国艺术史上 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台湾的年轻艺术家曾永宁 他是以彩色原字笔作画而著称 他的线条的结构非常的繁复 色块跟色块的界面 也处理得非常的微妙微俏 一看到他的作品 就会觉得有非常丰富的生命力 色彩缤纷 喜气洋洋 非常的讨喜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位 很重要的艺术家 是中国艺术家 鲁迅美院的教授王毅刚 他的抽象画在中国当代 是早就已经富有盛名了 他在作品的呈现上 展现了非常奔放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拘束 他的作画有的时候会用画笔 有的时候是会用手 有的时候甚至是用脚 所以他的作品的生命力 跟他的色彩的奔放 是无人能及的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然后接下来我想跟各位介绍 我们另外一个艺术家叫熊威 他虽然也是抽象画 可是他跟王毅刚就会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他是一个极度的迁细理性 而且是用非常细密的线条去记载他对于生命 对于他的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记录 呈现出一个很静色的画面 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中国的艺术家郭凯 他的作品都是集中在描绘 晚南也就是安徽南部的田园风光 还有黄山的景色 他最大的特色是在于 他在差异非常小的灰阶色彩里头 做出各种不同的千变万画 然后他就像一个田园诗人一样 看他的画你可以感觉到的不光是只是画面 甚至是画面所描绘的场景里头的温度跟湿度 看到他的画就像走进了一个田园诗歌里头 立刻心情就会获得了沉淀和释放 今天很谢谢画廊协会的摄影团队 来我们高丝画廊拍摄了很多的画面 然后也希望透过这个画面 能够让外界对于高丝画廊更多的认识跟了解 据我所知高丝画廊的这个影片 上传到YouTube上会是一个开始 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画廊同业 能够接受画廊协会摄影团队的拍摄 让我们有更多台湾的画廊的介绍 能够在YouTube上面更为人知 让台湾的画廊产业能够更成长更壮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